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其实一些经常看围棋比赛直播的一些朋友都应该知道 这个孟太林七段我们亲切地称呼他为孟主播 他因为不仅这个旗下的好 在讲旗方面也有自己独套的风格 深受奇迷朋友们的喜欢 那么这个孟太林七段而且是现在仅有的这个五位 还活跃在这个围甲赛场上的八零后骑手 其实非常值得我们尊敬 同样作为这个八零后的我 那么今天也只能是坐在这里 和大家一起来欣赏这个全国围棋甲击联赛 那么接下来我们就一起进入这个实战对局 这棋棋是由孟太林七段指黑先行 那这个黑棋这个第五步的这个挂角啊 在以前来看的话这是一招非常常见的棋啊 那作为这个如今这个AI的这个围棋时代啊 大家其实从布局方面从AI那里学到了不少啊 最常见的一个东西就是 那么AI教会我们小木的手脚啊 通常是最大的在布局阶段啊 不管你是手无右脚也好 大飞脚也好 二肩高跳还是单关跳都好啊 所以这个我们现在一般的下棋的话 有小木啊 那先手个脚总是不会错的 那么在其次呢 我们又学会了点三三啊 这招棋也是在这个布局阶段非常流行的 那么今天这个黑棋孟太林 这个挂角其实不是太常见啊 作为现在这个时代来说 那么对手朴金环这个挂角 其实也不常见 我们一般这个时候白棋刚才说了 既然AI教了我们这个挂小木是最大的啊 手小木是最大的 那么同样作为白棋来说 挂这个小木也同样是最大的 那不管高挂低挂都好 那么这盘棋双方这个开局都不是特别的常见 尖顶 那么这个尖顶的下法那么是最近是非常常见的啊 经常看比赛直播的朋友都应该会知道这个尖顶 啊 尖顶的好处呢在于是 黑棋可以抢这个仙手 如果你普通 咱们只是尖简单单的一个小飞 哎 那么这个棋白棋有可能就脱仙了啊 挂一下便宜了 那么我们再 从这里挂 那么黑棋这个尖顶就是把白棋尖重 然后让白棋脱不开手 啊 那么自然白棋 是要拆一个 好 刚才说的这个点三三 现在来了啊 现在来了 那么现在咱们看这些大赛的对局啊 就是如果一盘棋下来你看不到一个点三三的话 那是非常不常见的啊 可以说只要有人下新位 那么就一定会有人点三三 好 下到这里之后呢 这个棋是点三三比较常见的两个形状之一 啊 一个就是白棋单长 那么黑棋小飞或者跳 啊 然后白棋脱仙了 那么另外一个就是这个 啊 黑棋选择的是爬完搬 那这个时候白棋也可以脱仙 那么也可以继续在这个局部下棋啊 我们看几个这个局部常见的变化 一个是搬 搬完之后断啊 那么当但是目前这个配合的情况下 白棋不太适合下这个变化 好 我们来看一下啊 打吃 下到这里就会一飞 那么白棋如果在针子有力的情况下可以把黑棋这个针掉 如果针子不利 白棋飞一个啊 那么我们看下上这个形状之后呢 其实这个变化的特点 白棋更侧重的是这边的发展 但是这盘棋因为有了这个力二拆三的这个接应 那么白棋如果还选择这个变化的话 那么黑棋这个飞在这里方向非常好啊 我们一看这个白棋这个力二拆三显然是发挥不出任何的作用啊 所以说在这个局面下白棋肯定是不会选择这个变化了 所以我们来看一下实战 这个朴廷环会怎么选择啊 因为刚才你说了 选择那个变化的话方向是绝对错误的 那么如果朴廷环这么选择的话 他就不是朴廷环了啊 他就不是世界冠军了 果然白棋选择了拖线 啊 终于 这个 我一直认为是最大的这个挂小木啊 这个杉杉来迟终于了挂了啊 啊 一坚人高家 那么今天这盘棋 这个孟主播啊 孟太林七段 他的下法确实是不走寻传路 我觉得是 可能也是这个 他赛前一个很有针对性的一个准备 我觉得是 因为显然朴廷环是一位这个实力非常出众的一个选手 那么这个孟主播对上他 肯定也是想用一些特有的一些这个下法啊 这个来针对性一下 不然的话他如果觉得 如果大家都按照这个现在流行的这种AI普通的下法来下的话 他认为可能 很难给这个朴廷环造成威胁 所以这个一坚高家 一坚高家其实是这里 有可能会产生一个非常复杂的大型变化啊 比如说白棋如果假设非这个的话 冲断 这个变化真的是非常的复杂啊 接下来这个黑气压 然后牙腕断 其实这个下到这里的话 这个变化才刚刚开始啊 刚刚开始 那么接下来白棋有小尖 有小飞 那么这个限于咱们这个节目时间的关系 在这里 这个变化我就不做过多的介绍了啊 有兴趣的朋友可以自己去看一些这个维席书上啊 或者说是这个自己有AI的话可以用它摆一下 非常复杂的一个变化 那么今天这盘棋 孟太林之所以在这里 突然选了这个一坚高家啊 而不是说是按照平常大家最熟悉的小飞和小尖啊 其实现在面对这个小飞挂啊 一般来说我们这 这个小飞和小尖比较常见啊 这个一坚高家不是 不是特别常见 就是因为它有可能会产生一个非常复杂的大型变化 那么如果你不是对这个变化 研究的这种很熟滚瓜烂熟的话 一般人是不敢吓的啊 显然今天这个孟主播有备而来 那么朴婷环一看对手这个一坚高家一来 他自己也就是妥协了啊 我也不给你搞这个大型变化了啊 既然你有备而来 我们就避其锋芒 那么我们专心走我们的大厂啊 逼住啊 这个是这个坚定 这个定时下完之后啊 黑棋选择高跳之后 留下了一个小缺陷啊 这个逼住非常难受 那么如果黑棋正常跟着硬一个啊 那么白棋这两招交换显然是便宜了啊 那么白棋这边 再来这个费压的话 我相信有了这颗子的帮助的话 那么朴婷环对于这个地方的变化 他的信心就会大增啊 虽然你有备而来 但是我多了一个这个帮忙的兄弟 对不对 那么这个打起架来的时候 这个肯定是不一样的 那么黑棋既然白棋是有这个想法啊 想请一个兄弟来帮忙 那么黑棋赶紧在这边补一个 然后白棋这个 这招棋是现在非常常见的啊 这个配合这个逼住之后的下一手啊 大飞 这个大飞 这个大飞 说实话 这个形状啊 黑棋是有点难受的 有点难受 为什么呢 如果黑棋 第一感 我们肯定是想靠住吧 这个棋啊 靠住 那么白棋长 黑棋站上 那么白棋直接就 在这里就把黑棋就给冲断了啊 我们看这个形状 亲密朋友们一定要注意一下啊 如果实战中的话 千万不要这么下 这么下的话 这个局部可能直接就有点 这种崩溃的状态啊 处于一个 这个冲断之后 我们看这里因为有断吃的先手 那这地方 对白棋这个三个子没有办法 没有很好的办法 然后脚上的同时需要去做活 这肯定是不行的 那么我看看从里靠不行 那我们再看看从外靠啊 外靠 外靠同样 白棋也是长完抽 但这里要注意的是 外靠白棋是不能冲断的啊 如果冲断的话 被黑棋一贴 这个形状这三个子就死了啊 那么但是白棋呢 冲完之后可以不断啊 跳三三 这样同样是一个黑棋要崩溃的状态啊 黑棋必须把这个接回来吧 那么接下来白棋断 一长 我们看曾经这个 曾经的黑角现在 全部性白了啊 然后自己 这边三个子死掉 不说这五颗子 还得继续逃啊 所以这样也是一个崩溃的状态 那么 这个大飞确实让黑棋很难受啊 里靠外靠都不行 嗯 这个棋就是我当时看这盘棋的时候啊 看到 这个 有 这个决议的解说啊 给出了一标棋 很有想法 其实是这个人类棋手 其实可能不太容易去往这里想啊 这个棋给出的一个下法是打入啊 这个打入 打入的这个意图是什么呢 它是觉得白棋如果压住 那么黑棋在这里搬沾 啊 黑棋在这里搬沾 那么 我先搬沾到这个之后呢 我这里 哎 小飞一个 这样的话这个 哎 这个黑棋的这个脚啊 一下就活进了啊 虽然说 白棋这两个交换肯定目数是便宜的 但是呢 哎 黑棋还是把 自己脚上这个基本控给守住了啊 并且这个是一个活棋的形状 当然这个打入 说实话 作为人类棋手来说啊 我觉得啊 从我的这个角度来看的话 非常难想到 真的是 因为这个地方 涉及了很多很多的变化 啊 因为对手并不一定会盖住啊 啊 对手有可能会飞脚啊 有可能会下力啊 会产生各种各样的 这种战斗啊 这个 是没有办法去判断的 所以 我觉得实战黑棋这个小肩的下滑 还是 比较符合咱们这个人类棋手的思维啊 简单明了 那么这里 黑棋已经小肩了啊 已经委屈了 那么白棋也就没有 说是进一步的眼里下滑 实战白棋也是 拖现了啊 这个长非常大 啊 因为这里 白棋是有配合的啊 所以这个长是 眼见的大长 那么同样 黑棋把这个 这步棋也非常大啊 是个实地 实地非常的大 嗯 然后接下来这个棋 白棋其实 有两个地方可以走棋啊 一个是这个X2 我们看 这个也是一个眼见的好点 那么你如果不拆 被黑棋逼过来 不仅能够威胁你这两颗子 而且是 黑棋这个地方 瞬间就要起一块 孔啊 因为黑的这个形状 脚上这个形状是非常厚实了 如果再逼到这儿的话 啊 这个地方实控 马上就起来了 那么另外一个地方呢 就是这里 我们看这个棋 现在非常有意思 这个挂脚 黑棋第五步就挂到这里了 啊 双方一直没有在这里走棋 啊 这个也是 围棋进入这种AI时代之后 啊 一个很常见的一个情况 就是 新位的挂脚啊 不再是先手了啊 以嫌疑 因为我们一直认为 这个双飞燕很严厉啊 但从现在AI教我们的 这些变化来看 其实双飞燕没什么大不了 那么实战 白棋是选择在这里 印了一个啊 这个一个很复古的下法啊 靠肠定势 其实这个AI出现之后啊 又教会了我们很多一些 很古老的一些定势啊 从这个方面来看的话 说明这个人类棋手 其实还是以前就 已经达到一个很高的水平了 像这些肩顶啊 像这个靠了肠啊 其实我们像我小时候学习的时候 老师都教过啊 只是等自己水平渐渐变高之后呢 反而觉得 这个下法好像不是太好 现在发现 其实是我们都想多了啊 有点自作聪明了 其实这个最淳朴的这些下法 在AI看来 都是可以的 起码是胜率上 是一点都不降 好 接下来这个小肩 这都是很常见的下法了 现在 接起来 啊 搬 哇 这个黑气 所以我就说这盘棋 这个孟主播 其实真的是有备而来啊 因为孟主播的棋风的话 就是力量非常大 很善战 那么对上朴婷环 这样一位 这个很全面 实力很均衡的这样一个选手 那么作为黑气的这个 孟台琳来说 他肯定希望把这个局面 导向一个很复杂 啊 很这个很乱战的这样一个局面啊 这样的话 他获胜的机会显然会更大 如果只是简单 普普通通的步步局 拆拆边 咱们就进入收官的话 我觉得他跟嫖婷环下 就是没有任何的胜算可言 好 实在这里 断 来寻找战机 这个地方 黑的是在白控中 搞出一块棋来啊 就是 间接的 先把白气这里的控破了 然后同时呢 这个头在外头呢 又间接的去削弱白气这一代的这种潜力啊 白气跳 那么黑气这个挡 很诱人的给一招起啊 挡在这里 接下来马上 这个地方 就要反攻倒算了啊 别看现在是 这个 哎 白气在攻击黑气 那么一旦被黑气点到这里的时候 啊 这个气 可能攻手就会逆转 那么嫖婷环当然也 不是一般的普通棋手了啊 啊 这个点一个 反攻倒算 抢先一步啊 趁你这个还没点的时候 我先点你 先看看你怎么办 啊 然后黑的 也还是这一点 啊 我们来看这个双方 针锋相对啊 谁也不让着谁 我们看一下 如果现在白气断这个 会发生什么事情啊 第一杆这个气一断 好像黑的这个 外头就支离破碎了啊 但是黑气这里头可以断 啊 然后黑气可以挖持 这样的话会形成一个转换啊 这个地方 啊 这个这个转换也是 看着是非常的 非常的这个难以去判断啊 不过感觉 黑气把这三个子吃了的话 应该是可以满意的 因为这个外头 我刚才看了一下 这个黑气还很 很顽强啊 黑气这个打吃 还能沾上 啊 因为这个黑气 针子有力啊 针子刚好有力 那么 白气这地方只能长 因为黑气这个长 接下来是牵手啊 所以 白气得挡 那么黑气这样挡住 啊 哎 这样看的话 我们就看同样是 一人吃三个子 啊 但是这个 这三个子的价值是不一样的啊 白气吃这三个子 单纯就是吃了大概七八木齐 啊 可能最多是十木齐 那么黑气吃这三个子 除了有木树之外呢 还在这个地方 很好的就做出了两个眼 就活了啊 所以说这个图 这个转换 显然是白气不能接受的啊 所以说这也是为什么 这个时候 这个黑气啊 可以在这里反点 那么他不担心白气断 甚至他很欢迎啊 这个孟主 我说你赶紧断吧 来吧 那么漂地板沾上了 忍了一下 那么黑气盖住 然后 啊 这个时候白气断 那么黑的这个点 其实是有意图的啊 我们来看 哎 这个意图就是 接下来 黑气认为 我这三个子也好 这两个子也好 我全都清了啊 全都气给你吃了 比如说你现在就吃这个 那么 黑气就会爬过 啊 这样的话 我们来看 这下点非常细腻啊 将来 这个拖进来的时候啊 这个关子 收关的时候 这个木树是完全不一样的啊 我们有了这个点之后 将来我们这个拖沾变成新手了 那么同样 这三个子已经死掉的情况下 这个点啊 是木树上是便宜的 所以我们看这个职业骑手下棋啊 尤其是这个顶尖骑手下棋 其实 真的是深谋远虑啊 这个点的时候 已经是为这个七三子做好准备了 然后这里白旗 并没有去贪吃这个子啊 这里先来一下 这个是个绝对先手啊 不然的话 这里咔嚓一段 这个黑旗就 直接被断成两块了啊 就崩了 这个基本上是个绝对先手 是白旗的一个权利啊 走完这个之后 白旗 还是选择了拐下来啊 并没有说是去 吃这三个子啊 他还是觉得这个拐大 为什么呢 给大家讲解一下 这个拐 为什么很大 因为这个拐完之后啊 这个将来这个白旗 这个斑瞻先手 非常愉快啊 那么作为黑旗来说 你已经分断我了 那我必须要把这两个子吃回来 不然的话 这块其实黑旗就死了 然后尖 白旗要补活了啊 这个脚上 然后这个点 我们看这个地方白旗 接下来是需要补活了啊 不补的话 黑旗最简单一挤 可能就要出问题啊 就要出问题 因为这个挡的话 黑旗这个 有小尖 因为黑旗这个就将来 这个弯一个是先手 所以这两子就要掉了 再一个黑的还可以 直接点进来进行杀旗啊 白旗也是非常危险 所以白旗这个地方是要补齐 点了一下 然后搬粘 但它这个搬粘说实话 到底补没补上 我还是要来看一下的啊 如果黑旗 把它粘上 白旗如果拖鞋啊 比如说白旗外面走一个 黑旗现在挑点 这么看的话 这个局部来说啊 黑旗是 不太可能把这个白旗杀掉了啊 最多是个双活 因为白旗气很长 而且 现在白旗这两颗子啊 不是百分之百的需要去连了啊 因为 白黑旗的这块自己已经活了 那么 不活的只是这块 那么这两个子 其实本身只有四目旗 所以价值没那么大 那么这个白旗是 斑粘 是为了先手不活 那么实战 黑的也是不愿意在这里 落后手啊 为什么黑的不愿意走这个呢 给大家讲一下 这个是有关系的 局部来说 黑的如果团一个先手的话 这个局部就活了啊 白的这个子是连不回去的 我们看 但是有一个问题啊 这个旗 其实双方计算都是非常深远的 如果这个图 白旗简单的封住啊 即使你团一个先手 即使 即使你算团一个先手做活的时候啊 那么 白旗将来这个一搬粘啊 我们在封之前可以把这个搬粘掉 这地方顺便这个给大家讲一个小死活 那么 白旗这个立是先上大家看啊 立完之后这个肯定是爬回来了 那么黑的必须要补一个 啊 那这里再一点 那这个点就不得了了啊 我们看 这黑的不能猴 猴的话 白旗一拐 这个地方已经连落了 就这个黑脚就近死了 那么黑旗只能打吃 那么白旗一做结 我们看啊 这个地方脚上形成一个打结活 啊 如果黑旗想近活 打吃完踢 那么白旗一点 黑旗一挡 啊 这个 应该 这个亲密朋友们都应该学过啊 这个叫金鸡独立 那么黑旗还 黑脚还是死 所以说大家也记住了 在这样一个形状的情况下 这个白旗有力 啊 白旗有力的时候 这一点进去 这个脚是不活的啊 看着这个 眼形好像很大 已经八九格了啊 这个脚上 但是被一点 这个击中旗性的要害啊 是个打结活 所以 这也就是为什么 黑旗实战 并不愿意在这里做活的原因啊 因为做活的话跟脚上有关系 所以实战 黑在是往外头靠啊 白旗搬了一并 那白旗是依然不想让黑旗做活 打吃 吼回来 然后压 那这个时候黑的是 没有再长了啊 其实这个旗再长 我也不知道他担心什么 他可能觉得这个班是成立的 他认为白旗不能断 断的话 黑的就要反断 这样的话就会形成对杀 这可能也是这个 黑旗所希望的吧 利用这边的这个后势 哎 这个跟白旗来一场对杀 但其实这个我感觉也非常复杂啊 非常复杂 这个地方白旗打下来 贴过来 啊 然后拐 然后白旗才从这里挡下来啊 我觉得也是很复杂的 反正变化很多 相信这个旗下的时候啊 双方都不是太有把握 那实战我们看白旗断了没有 并没有啊 实战是打吃一下 拐一下啊 这两步棋 没有太看懂是什么意思啊 然后搬住 那这两步棋 打吃一下 那是可以看得明白的啊 就是先手把这个子吃回来 这段时间这个拐一下 这个棋 一般看起来是比较像这个毒苗打僵 但是 这盘棋刚下了这么几步棋 应该不至于会毒苗 所以没太明白 然后黑的挤一下 确保这块旗已经活的情况下 哇 点到这里来了 很凶 因为我们看黑旗这个地方 现在是自己是要补断的 但它不仅没补啊 它是 点白旗 那么白旗先挡下来 这个是白旗的权利啊 这个旗必须走 不走的话一点 这死得太干净了啊 这是白旗的权利 啊 这个 孟主播很细腻啊 在做活这块旗之前 先把这两个旗筋打打中 啊 撞白旗一气啊 以防这个将来打的时候 白旗不要了 把白旗走完之后 飞出来 黑旗长 白旗虎 那这个 其实黑的这个点 说实话 我也没有看得特别的明白啊 是求一个调子啊 这个旗是 他是觉得 虎在这呢 现在白旗如果走这个 啊 我顺势再一虎啊 我比直接补断好 对不对 因为 如果你 你直接虎这个 我们看 如果直接长了虎 将来白旗肯定从这里点 啊 这个点一下非常不舒服 那么如果你从这里虎的话 哎 白旗从这里尖刺啊 也不舒服 所以他这个点 实际上是 引诱你来反击 走这个的话 我虎这个 你这旗应该不敢长 长的话 我这个贴回来啊 这个 这个 应该是这个 黑的是不怕的啊 就接进去 然后从 从这里断 从这里断 有个断 这边呢 要加持这个白旗梁子 哎 所以这个点 现在 当时 只把一个点摆上去 没太明白这个 黑旗的意思 现在 大概能看出来一点 啊 然后那么这个立 就很容易看懂了啊 现在白旗的意图呢 是我先立一下 如果你挡住 我肯定要是 肯定是要长这个 因为白旗 肯定是要拼这个长 因为这个长是个要点 因为你还是走这个的话 被白旗 黑旗虎还是不舒服啊 你去吃这个子 毫无意义啊 花了三手棋 在这里吃这个子 所以一定是拼这个长 那么黑的贴 被他断 黑去尖 那么这个 白旗靠这个啊 这个力 他们肯定下棋的时候 肯定是经过这个 长时间计算啊 这个力 跟这个地方这个战斗 肯定会有关系啊 这个我在这里 这一时半会儿肯定是 算不清的啊 这个地方到底怎么回事 因为这个地方是需要 大量的时间来计算 那么实战力的时候 黑的也是 没有走啊 显然他觉得挡的话 白旗要长了 所以他要走这个 那么白旗跳脚 黑旗断 白旗粘上 好 这个地方 意外的就形成了一个转换啊 转换 黑旗把脚给弃了 黑旗把脚给弃了 但是 黑旗获得了什么呢 黑旗第一 这块旗 彻底安全了 然后 黑旗把白旗 这个地方的空给破了 那么将来呢 这个 黑旗还有可能利用脚上的这个味道 进行这个收器 这么一看的话 我觉得这个 这个 这个孟主播当初这个点啊 这个构思还是不错的啊 如果他点的时候就算到了这一步的话 那我只能说他这个算盘真是打得够远的啊 可以非常厉害 我觉得像这样的话 黑旗这个作战 从当初这个断开始啊 我们看 我觉得黑的还是蛮成功的 哎 把白旗这个 整个这个形式全部给打乱了啊 打散了 将来还有收器啊 之后同时这三个字我们看 现在会稍稍的有一点薄啊 将来 黑的这个打入也好 点进去也好 那么显然这个白旗也是 不甘心将来被黑旗的逼回去收器 先延弃 同时冲击黑旗的这个形状 那黑旗也是很灵活啊 走完之后又从这里有打入啊 这个 这个高打是 对付这个肩顶完之后 力二拆三一个很常见的手段啊 给大家介绍一下 那么高打的意图是什么呢 意图是 哎 一般朋友肯定想 你打入我吗 我赶紧拖过啊 拖过安全 哎 说不知你一拖过的话 就落入这个黑旗的圈套了啊 我们看一下 打持 爬过 那 这个黑的形状非常舒服啊 把白旗打成一个这个弯四啊 我们知道这个万四是个余形 那么同时现在你这个地方又搬不下来啊 对不对 搬了力的话 哎 黑的刚好把你这两个字挣掉了啊 所以 当然这个棋 我们要注意的就是 这个高打入 黑的挣子必须有力啊 如果你挣不掉这两个字 那么被白旗搬了一粒 这个 这个黑的就变成送菜了啊 所以这个高打跟挣子有关系 那么显然白旗是不会走 刚才那个上档的图啊 好 白旗跳一个反击 这个冲一个 冲一个的意图就是这个子 就彻底的小了啊 我们看如果 黑的如果直接不走 白旗把这个压住之后 你再冲 那么白旗一定会挡住啊 这个木还是很大的 所以他先冲一下啊 如果你挡住 那他肯定要把这个贴回来啊 这样的话 白旗这个形状不好 这地方有个段 而且气很紧 实际上白旗走这个的话 黑的这个子就无所谓了啊 已经 木树已经便宜到了 然后把这个打拔了啊 那这个打拔 这个打拔呢 确实是 价值还是不小的 为什么呢 因为黑旗这块旗 我们来看啊 局部是没有活的啊 他现在等于是 这个段和这个打拔是 毕子7 那么也就是意味着白旗在这里 有大量的先手啊 只要一旦把这个段护住了 你就得打拔做活 啊 那本身现在呢 断这个吃这个子 他又觉得不便宜啊 被白旗一跳加 没意思啊 吃这个子太小 反而帮助白旗走后了 所以他把这个打拔 其实也就是补后啊 在这里补后 打拔还是个先手啊 白旗还补这个 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为什么是一个先手 看一下啊 因为这个地方 我看一下 如果不走的话 那么黑的会跳一个 啊 然后一扳 我们看这个局部是 似乎是活不了啊 至少这三个子的尾巴 肯定是掉了啊 打吃黑就粘上 那么白旗提 啊 这个也非常大啊 这三个子的尾巴 不要小看了啊 因为这个地方将来 是要收气的 啊 这个木树本身就已经很大了啊 已经 吃了九木 白旗少了 快小时木树就将近二十木起 然后 白旗这个将来这个 收气也不知道什么状况 啊 所以这个打吃 等于是打拔变成先手了啊 白旗又补了一个 啊 那么作为黑旗来说很愉快啊 这个打拔先手 哇 实战抢到这个 嗯 这个时候我认为这个黑旗 这个真的是左边这一串 这个作战 非常的成功啊 这个孟太林是把他这种 上战的这个起风是发挥的淋漓尽致啊 在左边 那么抢到这个全盘最后一个大场 啊 这个夹了跳起来 非常舒服 继续这个寻求战斗 然后 白旗坚出啊 这个旗白旗不能 这个下旗的时候不能 他们不能背着口诀下旗啊 这个 这个老师可能教过二字头必搬啊 但这个地方不太适合搬这个二字头 因为一般正好被黑的一尖 自己这四个子就 被封锁进去了 很危险 同时这里还有断啊 所以这个二字头 搬二字头很愉快 但不是任何这个旗形的二字头 你都能去搬的啊 这个时候我们只能尖 啊 那么这个必须长 必须留给黑旗 搬了一贴 哇 白的这个旗 搬头 搬头 如果黑旗断的话 他显然是不担心这个黑旗断啊 他觉得这个打一下很舒服啊 这个形状 然后再打吃这个 因为白旗这个地方虽然被分断 我们看 但是他这个 拖一个啊 做活是没有问题的 那么他觉得这个打一下之后 再先手把这个字 再给你提了啊 这个收活非常大啊 然后再回去做活 他觉得也无所谓 啊 所以这个地方他是直接选择搬头了 因为 他觉得长的话不舒服啊 这个地方 黑的接着贴 就没完没了了 黑的一路贴过去 这块空太大了啊 所以他选择了搬头 那么黑的反搬 啊 然后再拖这个 就是说这个这个地方啊 这个朴顶环是已经这个计划好了啊 他觉得我不要再往外跑了 因为跑的话 这个地方我们我们看 双方都不太可能唯控啊 我们一般把这种地方叫做公共地带 那么在公共地带下棋呢 实际上是这个价值是非常小的啊 所以这个时候白旗是这个想好了 我绝对不要再跑了啊 我这个就地做活 有实地 对白旗这时候想法是脱退 如果能先手脱退到 那我这里再一并 啊 这个活得非常的愉快啊 木树很多 那实战这个黑旗也是 没有如他所愿啊 黑旗直接把这个靠下来 啊 这步棋非常大啊 不仅有木树 而且关系 关系到了双方的这个眼位 这一挖 这个是白旗的权利啊 黑的不能打这边 只能从这里打 然后白旗再连扳 这个连扳显然是跟这个段有关系啊 我们看 本身局部黑的这打了一贴 白旗就被分断了 但这个一断 我觉得黑的应该是抵挡不住的啊 这个地方 断完之后一长 那这里这个黑的有可能会被 这个白旗反杀啊 所以这个连扳 是引诱这个黑的来杀白旗啊 当然孟太林 也是没那么容易中计的 实战黑旗退 大吃 那这个沾一下是黑旗的权利啊 这必须点 不然黑的一座眼气太长 然后黑旗再沾上 哇 这个旗 这一串感觉这个黑的又好像站过又还不错啊 我们看从这个 逼住开始啊 黑的把这个空 现在当然这个地方还欠一手旗啊 还有个小漏洞 这个空已经都围住了啊 基本围住了 然后呢把这个白子也靠死了 然后这个地方马上好像还留有一段啊 这个我觉得黑的战果是非常不错的 那马上就来断了 这个不是留有一段的问题 然后顶住啊 这个地方将来这个一猴是什么状况 我们来看一下 这一猴白旗如果粘住 黑的冲 可能暂时还是不行 我们看 这样的话 对沙暂时这个白旗还是快一气啊 白旗还是快一气 这个猴暂时不成立 所以这个白的还没那么惨啊 我想这个猴要是三个子不能要的话 这白旗这一串不知道是在干什么 那么实战黑的抢了这个 哇这个空就彻底围起来了 我们现在这个可以简单的来看一下这个形式啊 给大家判断一下这个形式 虽然我说了半天啊 觉得这个黑的左边啊 作战也很成功 右边战果 这个收获也很大啊 但是形式到底怎么样 还真的是需要去判断一下 数数目 因为这个人判断形式的只能去数目啊 不像这个AI这个胜率一给出来 谁好谁坏一目了然 这个我们这个人脑这个没法没办法去给这个胜率啊 看将来这个地方打吃是黑旗的权利 白旗要补活 白旗将来这个气全部都得收回去的啊 因为这个是被分断了的 这个四五六七八这块九木起 十九二十九 三十三一三三三三五三六三七七八三九四十四一四二四三四四五 四十九五十木起啊 白旗这边是五十 这个打吃是白旗权利 五一五二五三五四四 五十四这个地方我们先不点啊 五十四因为这个地方现在不太确定 就是说白旗不算这里是五十四母 我们看看黑旗 黑旗这个七母 八九十十一 这个是十二啊 十三十四十五 十五这里 十五这里 十六十七十八十九 二十二一二二三三五六七 二十八 二十八 三十八 四十四五十六十六六 六十三十四六六六七六八 黑的大概是七十木的样子啊 十七木只多不少啊 将来 因为这个地方我算的很少 只算到这里 黑的还有点发展啊 这些木都没算 那么白旗刚才是五十四 五十四黑的是七十 那么现在就是盘面十六木的样子 十五六木的样子 那么但是我白旗这里没算 所以这个旗局面 依然还是非常接近的啊 白旗如果能在这里 围个十来木旗 那么黑旗盘面好个两三木 但是呢 黑的白旗围的过程中 如果黑旗这里长木了呢 所以我感觉这个形式 现在还是黑旗稍微好一点点啊 稍微好一点点 但是这个 这个点目这个判断啊 真的是变数太大了啊 一会儿就有可能会出生变化 好 那么白旗果然是 要开始经营这个中央了啊 黑旗尖一个 这部旗也很大啊 这部旗也非常大 连回自己这颗子的同时 确保这个地方变厚了啊 白的贴 然后黑旗冲下去 这个时候黑的这个猴来了啊 看一下 此时此刻猴这个 白旗是一点办法没有了啊 不能再掺这个 再让这个 黑旗就打吃就行了 简单的一打吃就可以了 打吃完一冲 打吃完一冲 啊 这个就全部给冲烂了啊 这白旗不行 所以这个时候白旗没办法了 只有给了这三颗子 啊 当然这个黑的这个地方 也是花了一手旗了 白旗挤一下 搬过 嗯 这个挤一下呢 是把这个黑旗挤中啊 虽然本身是窥木的 我们看这个地方黑旗能挖了 但是将来这个地方 白旗一猴 我们注意一下 这个拐死和这个退出来 吃这五个就变成一个箭盒啊 所以这个挤是把黑旗挤中 然后 所以黑的这三个子虽然先手提了 但是也是付出了一定的代价啊 将来这个地方白旗可以找木 那么黑旗再把这个搬回去 那盘打一下 一跳 哇 这个时候这个木跟刚才又大不一样啊 大不一样 所以说这个点木判断形式 就是很讨厌啊 这个因为棋盘下一回 就不一样 你看这块线 木数 这个地方白旗一下子来了 史莱姆齐一样 但是呢 这个地方白旗少了一些木 但是黑的这个地方又多了 六木齐 所以这个点木就是随时都在变化中 有可能这盘旗的形式 并没有产生变化 如果用AI来判断它 有可能胜率跟刚才是一样的 但是你如果从数木的角度来说 你又得重新数了啊 所以这个就是为什么 AI判断形式总是比人判断的准啊 这是没有办法的事情 好 然后黑的点了一个 点一个这个 很坏啊 这不点 有阴谋啊 有阴谋 是希望你粘住 让它断这个啊 断一下之后把这个又断了 这个点 因为这个点本身是损木的 我们看 黑的就白的如果粘上 因为将来你这个地方拐 完之后这个打吃是先手 这一拐把这个打吃给卖了啊 哎 但是 这个地方伸出一个短啊 所以它有阴谋 那么这个 白旗也是明察秋号啊 猴一个 不让你阴谋得逞啊 那这时候挖了一个 那这个挖我觉得很明显了 这个肯定是打僵了啊 这个时候 齐菊下到这个局面的话 进入独秒就一点都不奇怪了 啊 所以这个是打僵 然后黑切断 希望你吃它 留有这个掐吃 那这个 白旗是非常狠啊 直接跳在这里 不给你这个机会 哇 这个地方 在即将进入关子的时候 又引起了一轮新的战斗啊 这个什么意思 拐进去 这感觉黑的有点危险啊 这个意图是在这里啊 罪功之义不在酒 这个黑的拐进来 不是说是要出齐 它是为了这个段成立啊 我们看 现在如果白旗吃这个 那么黑旗打吃 这个最简单的打吃 这个出齐有的时候 不需要太精妙的手段啊 就是一直打吃 我们看 打成这样 这个白旗就崩了啊 这空被穿了 不说这块旗都快死啊 但这地方一定要注意的是 不要直接吃这个 吃这个被白旗一跑 就什么旗都没了啊 所以有的时候这个 出齐的时候 不需要特别精妙的手段啊 我们就是朴实的一阵打吃就可以了 好 但是目测啊 目测 这个转换 又是个小转换 我觉得黑的并不便宜啊 这个旗 这个断了拐两下 那真是损得不得了 粗粗一看 怎么也得损上六七木齐啊 这个 先给了对方六七木 你才获得这个断 这个断死 木树是有一些价值 一二三四五六七 十木齐多一点 但是你先付出了六七木 吃回来十多木 而且落一后手 感觉不是很值啊 那白旗接着贴 感觉这个地方的收束 黑的不是很满意啊 当然这个时候 这个旗下到这个份上啊 这个又堵秒了 这个地方怎么处理 确实很艰难啊 很艰难 实际上白旗扳这个 然后黑的挤了一下 打吃 这个都是黑旗的权利 那这个都是黑旗的这个权利 刚才我说的这个问题就出现了啊 白旗这个 搬粘了之后啊 这地方伸出两个段啊 我们看实战黑的是选哪个 黑的选这边了啊 这个到底哪个大又是一个新的问题啊 我们来看一下吧 如果这个黑的沾上 黑的将来再一沾也是先手 再一沾也是先手 那么这个地方其实是有一二三四五六七 七个字 十四亩 十五十六 至少是十六亩啊 将来这个黑的如果搬粘到 有可能白的还要再补一个啊 至少是十六亩 那么我们看这个是几亩旗呢 刚才挤到这里后 黑的有三亩 那么白旗如果断下来的话 那大还是这个大吧 我觉得 黑的好像没办法啊 这个十十一 十二十三十四 这个还关系到这边的手旗啊 这个黑的能不能沾回来 但是我们看一下 沾回来的话 就是黑的如果沾这个 白的如果断 沾上 提打吃 这样是可以 这样的话 这个局部我们看 这个对沙 这个对沙 提 打吃 这样的话 这个对沙好像 黑的是死了啊 因为 虽然三七对三七 这个但是因为白旗有个硬腿啊 正好是死了 那所以实战这个 它这个选择也是对的啊 这边更大啊 如果 这个藏出来 这五子不能要的话 那么实战选 这个也是没有办法的事情啊 没有办法的事情 然后度过 那这个度过也很大 因为 嗯 度过也很大 下到这里之后 我们看这个 实际上这个黑旗 这个时空是不够了啊 是这时空是不够了 那最终这盘旗的结果呢 也是这个朴婷环九段直白 中盘战胜了孟太林 那纵观我们整盘旗来看的话 这个旗 黑的在这个地方 断一个 主动寻求战斗 其实是非常成功的 然后这个 但是局面一直非常接近啊 朴婷环不愧为这个顶件旗手 把局面控制得非常好 很遗憾啊 最终这个孟太林是 输给了这个朴婷环 啊 但是这盘旗我不得不说 哎 孟主播 充分发挥了他 这个 很擅长战斗的这个特点啊 这盘旗还是比较精彩的 嗯